我們現在來繼續介紹一下Compressor的另外一種用法 這個用法是這樣,我們要使用Compressor裡面提供一個功能叫做篩券 然後來利用別軌當作我們的參考 然後來驅動,對目標軌造成影響 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我們這個示範檔案這邊有 其實我只是都是用Logic裡面的音色 然後做了一個重點是這個 重點是低軌 這個Synthesize合成器的一個長音 然後我們現在這次的這個影片的說明目的是說 我們要利用 等一下會利用 這一軌是大鼓 然後還有小鼓 甚至於整套的Drama的鼓 我們要利用下面幾種節奏樂器 來驅動第一軌的Compressor 讓它產生不同的影響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我們在D軌這邊掛上Compressor 好,你會看到這邊就會有一個Side Train的選項 那我們點開後它會讓你選取任何的一個聲音的來源 然後記住這邊只針對 Side Train只針對Audio的訊號的聲音來源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 我的這個大鼓這軌是Audio的 Hai-hat也是Audio 但是這個Drum呢 我等一下會介紹它 它有一個特別的很酷的方式 可以直接來驅動 利用Bus 直接來驅動我們的D軌 然後產生不同的影響 然後這是一個還蠻酷的一個用法 因為這樣可以讓你的 在做音樂的時候音色可以有更多的變化 而且是隨著你需要的節奏去做變化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Base先Mute 這樣各位聽得比較明顯 好,我們先使用大鼓這一軌 所以我們Side Train的來源 我們就要選到大鼓 所以它是Adapt Machine 這邊,好,選到這一軌 好,選好了以後呢 這個意思就是說 只要大鼓這一軌有發聲 就是出現聲音的時候 它就會驅動我們第一軌的compressor 就是這個compressor 所以它不會持續的影響這一軌 然後大鼓沒有發聲 就是沒有出現聲音的時候 這個compressor就會沒有作用 所以我們現在直接聽聽看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把Hai-Hai Mute 其實基本上大鼓也可以Mute 因為我們的栽圈已經選好 它會自動的送到compressor這邊 所以基本上各位聽聽看喔 是不是已經有一點點影響 我這邊都還沒有做設定喔 然後我們把它關掉聽聽看 是不是已經有一種一拍一下的節奏感了 好,所以我們做誇張一點 我們先把AutoGand Off關掉 然後壓多一點 然後我們不要Release趕快放開 然後早點壓 有沒有 擺PASS再聽一次 擺PASS再聽一次 是不是差很多 是不是差很多 那如果我們把我們這一軌的聲音改成Hai-Hai來源 用從Hai-Hai來驅動 我們聽一下Hai-Hai喔 好,試試看喔 然後把這個Mute掉 好,這個剛剛Compress忘記打開了 好,聽聽看 這樣各位就懂了 我們如何使用SizeChain來達到 就是透過Compressor 然後使用SizeChain來達到 對我們的目標軌道 產生不同的變化 音色上的變化 因為你這樣就可以利用Compressor 製造出 節奏 具有節奏感的長音之類的效果 好,那 這個用法 還有一種用法 是在BASS上面 我把第一軌先Mute掉好了 通常各位會發現 我們在混音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一件事 就是BASS跟大鼓 因為他們通常都是 大鼓有時候BASS就會彈 那有時候就會產生一件事 就是BASS跟大鼓就會糊在一起 那通常我們都可以使用SizeChain來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可以使用 呃...怎麼講 就是 我們希望我們大鼓可以很明顯的時候 然後 我們可以利用大鼓去 TRIGGER BASS 譬如說 然後這樣的話 我直接舉例喔 譬如說我們SOLO這兩軌大鼓 好,我們現在的BASS其實已經有一個Compressor 可是我們可以在使用這個Compressor 是要製造效果的 或者是我們把這個Compressor先往下拉 呃... 好,不用 好,點開 好,我們現在BASS跟大鼓是分開的 就是各一軌嘛 對不對 然後如果我們使用大鼓去TRIGGER這個BASS的Compressor的時候 等到說 等於是說 就是只要有大鼓出現的地方 那 它就會驅動BASS的Compressor 那這樣的話BASS就會被... 壓小一點 就那個時間點就會被壓小 那你的大鼓就會跑出來 就不會跟BASS糊在一起 我們試試看喔 呃...在BASS這邊 大鼓 然後我們設定誇張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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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BASS比較一下 然後打開 有沒有,這個插圍是很小的 因為BASS跟大鼓都是屬於低頻 但是...呃...光這樣的... 的動作就會讓你的大鼓更跳出來了 就更明顯一點 好,所以這個是我們在回音的時候常用的一個方法 然後就可以利用Side Chain 然後Compressor 來達到這個目的 好 呃...這段影片最後我們要來介紹就是... 因為它... 只能透過...呃... Audio訊號的來源 去產生...呃... 使用Side Chain 來產生效果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一樣回到低軌 那如果我們要利用Drama 因為我們現在在Ladge Pro X裡面 各位很常會用到Drama來製造節奏 那我又希望我的上面這個的長音 會有一個節奏感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Drama 因為我們這樣就不用再... 呃...你光用想像就知道 如果我要用Audio來源 我是必須要... 呃...把它變成Audio訊號 然後再...透過Side Chain去驅動Compressor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我們把這個... 拉...拉到一小時 這樣子好了 好 我們就可以利用Side Chain 對不對 可是我們現在這個...呃... Drama是...呃... 其實有點像是MIDI訊號去驅動Sample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很簡單 我們利用Bass 我們看一下這個Compressor這邊 這邊你可以選擇是Bass 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就很方便 而且我覺得很... 很好用的原因是這樣子 我們因為可以利用Bass的原因 所以你看好喔 當我在...呃...我們先把...這個Drama的鼓... 首先要做一件事 要把它這個鼓組變成...就是... 獨立的Mati Output 呃...現在是一個Drama預設的聲音 是這個SoCo 那我們現在要選到Producer Kit 所以... 我們選到一模一樣的聲音是... SoCo 在這裡 好 這時候你的Drama 就會變成獨立的Output 那我們聽一下Drama 有沒有 就獨立的Output 那所以每一鬼 每一個獨立的Output 都是一個Audio訊號來源 好,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 試驗一下 我們先把它...弄一點...弄...弄個複雜一點好了 譬如說...Hi-Hat 好,這樣子 好 那我們把它打開 假設說我的Pay的這一滴鬼 我想要有...呃...Hi-Hat的節奏 那我們點到Hi-Hat這一滴 好,這邊有了對不對 那我們先...把第一滴的Compressor的... 改成None 好,那我們看一下 是原本的 好,我們Hi-Hat在這邊 很簡單 我們只要在這邊... Hi-Hat這一滴 選到一個Bass 那沒有用到的Bass應該是12好了 然後我們就全部送 OK了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叫出我們第一滴的Compressor 改成12 好,聽聽看喔 好,什麼 因為這開Hat的點已經太複雜了 所以有點亂 那我們把它關掉 我們換成... 呃...大鼓好了 好,一樣是12 好,一樣...送全部 聽聽看喔 好,這樣各位就知道 我們在使用Compressor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法 來達到... 利用篩券這個方法 來對Compressor製造一些效果 OK,我們下一段影片來介紹 把Compressor的進階選項製造完 請問一下 Compressor Compressor